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大规模的袭击 尤其是通过汽车 汽车撞人这件事情 接二连三重大恶性的报复事件 好像确实愈演愈烈 我记得今天好像又看到一个小报道 但是只看到一个视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有一个大卡车 中国可能叫半挂轮的大卡车 从后面 把前面大概有几十个骑士行车停在路口等车的人 等在那的人 从后面就一下子撞下去 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 冲撞的人都是行人 学生 等车的人 各种各样的 首先 这个跟经济萧条引发的失业潮有关 还有一个 也加上人们对现状的不满 包括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 我觉得这个 我可以排除是个人因素了 因为个人因素的话 有精神病的人 或者有犯罪倾向的人 这个什么时候都有 一直都有 而现在这次突然的出现呢 因为我们要提到这个经济 经济萧条 衰退和萧条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让很多人感到绝望 你要看到这个中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那些刺激经济的措施的话呢 钱最后都跑到那些 就是救了大户 救了国家队 跑到权贵的那个手中去了 这个贫富差距呢 也非常之大 那些有钱的人 红二代 光二代的人也好 关三代 他们可以过着非常穷色其事的生活 而这面呢 就是说人们就说连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 那很多人呢 都因为这个失业的问题呢 停供 断供 没法继续付他们的房租 或者抵押贷款 这个失业少 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 中国呢 民众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愤怒 对这个制度 社会制度这个不满 也开始 也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这些年来 更多的人呢 实际上有机会出国 到海外了解正常社会的人们是怎么样过的 回到中国以后呢 他的那个手机被监控 走在路上被监控 信息被封锁 互联网被封锁 然后呢 就是对未来的失去信心 所有这些呢 就是造成这个对现状的不满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社会制度的不满 就是对共产党的不满 就是我认为现在这个今年正好是《九评》出现出版20年了 现在有四亿三千多万人已经退党 那些那个还没有退的人 还有就是意识到中共邪恶的人 都对这个制度 对中共的统治呢 非常的愤怒 愤怒之下呢 有些人呢 是躺平了 对吧 我们也看到一些人躺平了 是这种无奈 有些人呢 年轻学生可以有这种牌子运动 来表达的不满 委婉的表达的不满 那当有些人你把他逼急了以后呢 那他就就让对社会进行恶性报复 现在终于看来就是这个恶性报复事件突然增加呢 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我们说中国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 高压锅里边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这个高压锅要爆炸 现在很可能就是一个爆炸的那个先兆 另外就是说是您认为这种现象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你比如说你撞死一个无辜的人 或者是你对谁动刀 这个是有报应的 您认为中国人是不是在这个上面也缺乏这样的 因为有一个天理就是事实上有上个报 是不是他们就没有这种概念 或者是缺乏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非常好的一点 一个要点就是说这个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人比方说他失业了 或者被解雇了 他本来就应该对他的老板 或对他的公司法案不满 对吧 或者对他的上司法案不满 或者对中共的领导结构法案不满 但是它這個報復的對象呢 卻是平民 就是無辜的學生啊 或者這些人 所以這個呢 這個實際上就反映一個 就是說你剛剛說的 對這種 首先呢這種報復 殺人的話呢 絕望要自殺 要殺人的話呢 實際上是有一個社會道德下滑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不光中國不是道德下滑的問題 是整個道德已經崩潰了 道德已經崩潰了 它在這個時候呢 才會出現這種無目標的 就是說盲目的 它就有那種就是說 我多殺一個人 死一個算也合算 死兩個還賺了 就那種報復社會的那種 極度的有那種反人類 反社會的那種傾向 才會出現這種問題 但是同時呢 它有時候可能對這個 真正中國社會的災難的根源 反對中共 它又淨入寒慘 就是說又不敢去動 這個實際上是跟中共的高壓統治有關 也跟中共在這個系統性的 過去幾十年系統性的破壞了 中國這個道德體系 中國人道德信仰有關 所以這個 這些呢 都實際上跟整個這個社會 整個社會的潰敗是有關的 另外我看有報道說 中共一些地方政府 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它就開始談查 所謂的什麼巴士人員 什麼三低三少的這個群體 就是把這個社會的這種矛盾 或者是這種惡性報復 這個矛頭歸起 為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 您怎麼看 對 這個就是中共的慣常做法 中共一旦出現問題的時候 它不是解決問題 它是要解決提問題的人 讓這個裝作的事情看不見 就掩耳盜鈴了 它現在把這些社會的邊緣者 社會的受害者當作矛盾的源頭 它不知道它中共自己 中共這個統治 中共這個統治階層 這個體系 中共這個體系 它們才是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源頭 當然它這些人 道德很壞 很支持很壞 它不會衝著自己開刀 它隨著把這個矛頭轉向其他人 但這些人 你看這些所謂的巴士人員 巴士人員 三低三少 巴士人員是投資失敗者 投資失敗者 這就是創業者 沒成功人 這實際上在社會是很正常 這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 工作失業 工作失業的話 那這些人 本來這就是中共管理 經營管理社會不當 才導致這個失業 生活失業 情感失業 關係失業 關係失業 心態失業 精神失業 這些都是社會的問題 這實際上是社會心理健康處的問題 那中國也有這種民政部 也有這種心理學專家 也有這些醫學專家 那這些人應該是對這些人 這些失業的人 情感失業 關係失業 給他們提供這種 提供諮詢服務的 提供諮詢服務的 他們是有病的人 你把這些 就是說這些 這些人當作敵人 或者排查 就是去對他們加以防範 那簡直就是沒有道德 也沒有同情心的做法 所以三少 三低三少 經濟收入低 社會地位低 社會什麼聲望低 叫這些人 這些人是什麼人 就是這個中低層 就是底層的那個 低產階級 或中產階級以下的 就是說 社會底層的人 那這些人呢 說的不好聽一點的話 這些人實際上就是 無產階級者 中共不是號稱自己 是這個無產階級的先鋒 對嗎 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但不是要 就是團結無產階級 來打擊資產階級 現在中共自己 變成了資產階級 把這些原來 他們發家以賴以發家的 這些無產階級 這個社會的無產者 無產階級的群眾 當成了他們的敵人 所以中共你看它現在害怕 我看中共年輕人 現在好像經常就在一起 唱這個國際歌 唱國際歌 國際歌 不是要這些無產階級者 團結起來嗎 中共也害怕這個 也不敢讓他們唱 你看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中國實際上 就把這些最底層這些 實際上是那個 需要幫助 需要社會照顧 需要社會救急的人 當成這個矛盾的根源 而不是那個 把這個矛頭指向中共自己 他們才是真正的一個 這些群體事件發生的根源 另外我看也有報導說 好像有一些中國人 開始懷念什麼計劃經濟 認為當年的計劃經濟 好像人人都平等 也就是人人都貧窮 社會上也沒出現 那麼多的暴力惡性事件 您怎麼看 是這樣的 是從這個 要從中共1949年建政 從1950年到60年代中 前面10年15年的話 中國社會確實是相對比較平和一點 沒有那麼多暴力惡性事件 這個原因也是 正好在1949年之前 中國有3年的內戰 大量的人都死亡 可能剩下了一些 比較好一點的人 或者是比較 沒有那麼多暴力傾向的人 社會道德還稍微好一點 但是這個並不是意味著 中國人民應該懷念計劃經濟 他們覺得這個計劃經濟 或者是以前的60年代 70年代的時候 是人人平等的 雖然大家都窮點 但至少是平等的 對吧 但實際上確實也是一種 這實際上是一個 中共的一個經濟政策 它要搞這個 就是說把財富 來收歸國有 然後用這種低工資 低福利的方式 在壓榨這些城市工人 他們確實也是 比較平等 或大家都一樣的窮 一樣的窮 但實際上那時候 對中共權貴來說 他們仍然是過著非常好的 非常高的 非常好的生活 只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中國人 中國人只是 隱隱約約的聽到 知道一些高級幹部 有一些特權 但究竟什麼樣的特權 人們其實是不知道的 什麼時候人們開始知道了呢 我記得當年就是 林彪事件以後 林彪事件以後 中共為了打擊林彪 要表明林彪有多麼 林彪啊 葉群啊 林立國啊 他們那個生活多麼腐敗 得把他們的生活方式 披露出來一點 而這時候中國老百姓才知道 原來中共的高幹 早早一直過著 人上人的生活 他們並不是說 跟其他老百姓 有一樣的 平等的生活 這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 實際上中共在發家之初 在延安時期 延安時期他就不平等 大家別忘了 當年有一個作家叫王石衛 他寫了一個 叫野百合那本書吧 一個劇作家 寫了一個劇話 叫野百合 他當時呢 就是因為說眼干呢 中共什麼 一分三色 十分九等 叫那些不平等呢 跟著所謂主張號召的 共產主義呢 不相容 所以被打倒了 所以中共從開始 就沒有平等 到這個1949年以後呢 也沒有平等 只是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 然後呢 再到後來呢 現在我們更知道了 中共的權貴 它在經濟上 有多麼大的優越的地位 那個時候沒有這麼多 社會暴力性的案件的話呢 我說的剛剛那個 1949年以後的話呢 那個時候呢 人們其實比較善良 道德也好一點 但是從1960年代中期以後 就是一風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呢 中共實際上是破壞了 破壞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體制 中共也產出了所有的宗教和信仰 然後呢 人們也不相信善惡有暴 也不信神 也不信佛 也不信那些 所以呢 馬克思主義無成論統治了世界 所以這些慢慢的呢 道德下滑以後 這個暴力惡性事件就開始越來越多了 到現在我們剛才提到這種 大規模的殺人事件也開始發生 另外我剛才有報導說 再有錢也是韭菜 上海多明的這個伊萬峰維權 也是直接被抓 您怎麼看這件事 對 還有一個剛才我提到 剛才那個提案計劃經濟 反正計劃經濟的話 這個問題 有人還問到 中共經濟現在是什麼樣的經濟 中國經濟呢 現在實際上是一個混合式的經濟 它政治體制上好像是一種社會主義經濟 它是一個共產黨的統治 但是我們也知道 它有一些零星的小的企業方面 私營企業方面的小攤小販這些方面 它也有一定的資本主義的成分 那這種有限的資本主義的話 實際上我們知道這個中國實施的話 它是在經濟上有部分的放開 但是國有企業又佔據了主要地位 所以中國現在實際上是更多的像一種 Crony Capitalism 就是說裙帶資本主義 這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 這個實際上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當然我們也知道它實際上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回到你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韭菜的問題 再多錢也是韭菜 有些億萬富翁也維權被捕 這個說明什麼呢 這個才好說明這個中國 仍然是一個共產黨統治的一個共產國家 它不是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在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話 不是剛才我說的裙帶資本主義 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 它一定是建立在這個人權和自由 私有財產的保護這些方面 而在中國就是說這些 難怪你是億萬富翁 你突然發現你也需要維權 就是最好說明它這個中共的特權 權利和腐敗是有多麼的嚴重 它就根本沒有任何基本的人權 一般老百姓沒有基本的人權 也沒有那種平等 其實我覺得一個很好的例子呢 就是這個兩年前三年前那個 過去那個三年瘟疫期間 三年瘟疫期間那個那些封城啊 大白啊來控制封城這些 那個時候呢大家記得上海就是 有很多人呢他是名人 什麼是那個知名的科學家學者 還是什麼香港的演藝藝人大腕這些 他們都是有錢人 但忽然發現呢他們那些錢 他們那名利和地位對吧 在這個權利面前呢不值一提 有一個小小權利的人呢 他就可以上街他可以不戴口罩 可以有更多特權 而這些人就是有錢了 但你沒有權利 你仍然呢什麼都不是 不是還可以要去吃 也別在家裡 也很可能就說最基本的 生活條件都滿足不了 吃著喝著都沒有 這個說明呢就像現在這個 一萬富翁會 威權被捕 一樣就說明這個 中國社會正好就是一個 共產黨 極權 統治的社會 没有人权和没有公平的权利保障 所有那些人 那些私人财富 私人有钱人 有钱的人也好 亿万富翁也好 或者名人也好 在权利面前 他们一文不值 实际上也最多 可能算一个比较茁壮的韭菜而已 另外最近习近平去G20的会 有一个习败会 习近平再次强调 中共有四条红线 就刚才您说到 就是中国的制度 习近平强调是不容挑战 那现在中国发生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 您认为习近平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事件的发生呢 对 这里边是 习近平现在重新定调中共的红线 和中国现在目前的社会恶性保护事件 这是有关系 有关联的 因为中国的中共所谓红线 以前基本上它就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 它说是台湾的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什么 中国的红线 是中国的最关键的 最大的问题 那现在呢 台湾问题还在 它把这个民主人权 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力 算成是红线 这个听起来是蛮荒唐的 发展权力 发展权力就是说 你没有人去限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也不会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你只要是让中国人 美国实际上还在希望中国老百姓过得更富裕点 大家只是想想这个美国这个 给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那些条件 给最后的国待遇的条件 都是希望中国什么呢 中国就是因为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呢 中国人民才有了双休日 才有八小时工作 人生保障 劳动劳工权力 第七一列的东西 实际上是这些权力实际上是 这个所谓的西方列强 中国的敌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 所以实际上是中共在践踏 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力 至于所谓民主人权和道路制度的问题呢 中国为什么现在变成红线了的话 那就是因为中共知道 现在不光是这个中国人民 要民主 要人权 要在抛弃社会主义制度 而现在美国开始呢 川普总统 川普的那个政策 很可能 虽然是更重要的是在那个经济上 但是在经济上的话呢 但一旦就是说对中共加以制裁的话 中国经济继续恶化的话 中国内部的高压锅的压力 开始突然爆发出来 那就会推翻中共的统治 这就是中共所谓的这个道德制度啊 什么不敢 身为红线 不让别人碰触的原因 换句话说中共 实际上这个中共 实际上已经把他这个自己的这个共产党 这个暴力团伙 他们集团他们自己的生存的问题 他的那个政权的存在的问题呢 当作了最后的红线 那中国老百姓一看这个制度不能改变啊 那这个恶性世界会不会越演越烈啊 对啊 他这个恶性世界就冲的就是你的制度来的 对吧 但是对你的社会制度不满的造成的 所以呢 这个中共越是把这条红线 越是要拦住这条红线 那下面这些人冲撞的话呢 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看这也就是汽车撞人 对吧 下一步呢 他会发现呢 可能有更多的什么撞人 他会用火车撞人 和火车撞什么东西 和无人机来撞人 无人机来投个什么什么投个炸弹 各种各样的那种恶性事件都会爆发出来的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